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陆告状了 等着 我撤销投诉漂亮打脸 走吧 变质变了 我请客 确定 这是我们华生应该的 小总 我知道一家不错的西餐厅就在这附近 不用了 离开八年 我很怀念老住家的柳飞城 你先给我来一份柳飞城 不好意思 没有柳飞城 卖完了 我们店里就没有制造菜了 你先给我来一份柳飞城 新来的吗 怎么了 你不知道 不代表没有存在 说话要严谨知道吗 你是来吃饭的还来找茶的呀 什么意思啊 我来点吧 好 要一个菜头片 油焖焦白 酱爆猪肝 酸辣汤 还要两碗米饭 谢谢 好 稍等 味道一定是变了 味道一定是变了 行了 说吧 小总 凌峰 凌震失常 确实是我们的错 我向您道歉 后续华生也会尽力弥补我们的过错 所以也希望肖总可以体恤一元的不易 我为什么要体恤 我是做体恤行业的吗 在来之前 我已经替羽翼争取到了整单九五折的优惠 根据公司规定 如果投诉成立 那这一单也最多只能优惠一点点 希望肖总可以感受到我们的诚意 那您还真是为我省下了一笔巨款吗 都够我在这儿请你吃两顿的 两位 酱到我住店 夏总 行 好 帮用 先吃 来吧 变了 果然是变了 是不是变了 还行吧 还行 这个世上只有行与不行 还行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我不想 夏总 您到底想怎么样 我还是想问那个问题 叶希 在亲眼目睹了羽翼人工智能翻译系统之后 你依然觉得 传统翻译行业不会被颠覆取代吗 如果我的回答连肖总满意 那您是不是考虑会做出撤销投诉的决定 是能翻译很了不起 继续 但是我们传统翻译永远不会被取代 两位 油门交白 端上去吧 后面的菜也不用上了 已经做了 钱我付 你们自己吃 没事 放下吧 我吃 好 好 看来林总监 就是来专心吃饭的 那我们没什么考的 是变了 可这世上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呢 人总是要吃饭的 否则会被饿死 肖总太执着了 对啊 没错 事情发生过就是发生 做错了 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林秀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就是这么执着 肖宜诚 我懂 这一天你等很久了吧 想要告诉我我错了 想要让我承认我错了 对不对 这种痛打落水狗的感觉 酣畅淋漓 我能想想 我懂得说说 我懂就行了 是吗 其实 在重新见到你之前 我偶尔也会想起以前的那些事 有时候我觉得 是我做错了 可是现在 我觉得当年的决定无比地正确 那可能是我人生 到现在为止做的唯一正确的选择 晓宜诚 谢谢你 让我把一切都理顺了 林秀 小总 我替华生 诚挚地向您道歉 对不起 还是要求你 敌人 我自己在做的事 我偶尔也会想起来 我太敌人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我会想起来 你吗 我不是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